小鸟和玫瑰 作者安芳之子 翻译彭义 某个春天的正早午,一条飘逸着嫩叶雨花的芬芳的小道上,两个少女正在打羽毛球 一个是高高的大个子,另外一个是瘦瘦的小个子,不过两个人却是同岁 羽毛球那白色的羽毛一碰到大个子的球拍,就宛若被暴风雨刮走的小鸟一样猛地飞了起来 可一碰到小个子的球拍,却好像春风里的花瓣一样,只是轻轻一弹 嗨,用力打呀 小个子少女又把一个高得过头的球接丢了,大个子少女冲她训斥道 小个子少女腾得往上一蹦,用力猛挥球拍,但球快得如同燕子一般,好几次都没有接住 后来,是第几个会合了,大个子少女打出的球,呼啸着飞进了右手边的树里巴里面 大个子少女瞪了小个子少女一眼 喂,你看,到底把球打到别人家里去了吧,那是个新球啊,昨天才买的 可,小个子少女才说了一个字,就沉默不语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沉默了片刻,她竟觉得是自己做错了 对不起,我去捡回来 说完,少女就沿着树里巴,找起这户人家的大门,或是屋后的栅栏门来了 可是,浓绿的树里巴没完没了,就没有一个缺口 朝前走啊,走啊,连一扇小小的栅栏门也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少女想,这被高高的树里巴围起来的宅地,究竟是谁的家呢 少女还从来没有想过,说不出为什么,有点叫人不寒而栗呢 想到这里的时候,少女在脚边的树里巴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窝口 是一个小孩子拱紧身子,勉勉强强才能钻进去的洞 说不定,我也许能钻进去 小个子少女蹲了下来,用两手撑住地面,把头伸到了树里巴里 然后,少女肩膀一缩,就像一只猫似的,搜的一下,钻到了树里巴的里面 一钻进这不可思议的院子,少女就一屁股坐到了树里巴里面 打量起这另外一个世界来了 这么一个明亮晃眼的春天的正常午,唯有这个院子像海底一样 院子里,大树成林,地面上铺满了一层青苔 与其说是一个院子,还不如说它是一片寂静无声的大森林 而且,就没有看到类似于房子的建筑 少女变得不安起来,她想快点找到羽毛球,快点出去 于是,她悄悄地站了起来,顺着墙根走去 就是这里啊 少女一边走,一边找起羽毛球来 有白色的东西飘落下来,可不过是凋谢的白玉兰的花瓣 找到了吗?大鸽子少女在树里巴外面问 还没有 小鸽子少女在树里巴里面这样答道 奇怪,她歪着头想 就是掉到这一片了呀 然后,少女猛地一下扬起了脸 看到白色的羽毛球卡在了稍远的一棵山茶树的小树枝上了 找到了找到了,怎么卡在了那里 小鸽子少女正这么叫着 那个羽毛球突然颤抖了一下 少女想,是风吹的吧 可是,羽毛球没有掉到地上 而是轻飘飘地飞到了空中 咦?少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 千真万确,白色的羽毛变成了一只小鸟 飞上了天空,消失在了院子的深处再深处 哇,小鸽子少女发出一声尖叫 开始追起变成小鸟飞走的羽毛球来了 等一等,等一等,到什么地方去呀 少女突然一阵头晕 啊,是谁在对我施魔法 是的,是在施魔法 我必须马上回去 想归这样想 但少女却停不住自己的腿了 腿变得像木偶一样 被一股魔力操纵着 到底跑了有多远呢 但清醒过来时,少女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在这片大森林当中的玫瑰花丛里了 盛开着的数不清的大朵红玫瑰在风中摇晃着 蜜蜂在上面歌唱 那只不可思议的白色小鸟飞翔在花和树之间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少女睁大了眼睛 生怕把小鸟勘丢了 可莫得传来了一声枪响 砰,正飞着的小鸟 啪得一头栽到了青台上面 一瞬间 少女被吓得待在那里不会动了 鸟被打下来了 可它明明是一个羽毛球 怎么会流血 少女眼看着一道鲜红的血 从被打下来的小鸟的胸口流了出来 它怕了,站立地眺望着 这时,绿色的树枝哗啦啦一阵摇动 一个少年突然出现在了少女的眼前 少年穿着蓝色的毛衣 蓝色的裤子 扛着一杆长枪 可沉甸甸的幽黑增量的长枪 怎么看也与这个鲜弱 面色苍白的少年不配 尽管如此 少年的枪法还是让少女吃了一惊 它竟然一枪就能把飞鸟击落 这鸟是你打下来的吗 少女小声问道 少年露出一口白牙 得意地点了点头 真厉害 少女直叮叮地瞅着青台上的小鸟 不料,少年却弯下身子 一把抓住了小鸟的爪子 快乐无比地说 一起来吃吗 什么 少女用眼睛问道 少年把小鸟高高地拎了起来 这鸟才好吃呢 我妈妈会用它做成小鸟馅的馅饼 你来吃吗 说完 扭头便走了 少女一边在后面追 一边在心底叫开了 不对 不对 不对那是羽毛球 可少女的腿 依然还是木偶人的腿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走到哪里 总是被一股魔力拖着往前走 这里是你家的院子吗 少女一边走一边问 是的呀 我和妈妈住在这里 少年一边扛着长枪往前走 一边回答道 可是房子到底在哪里呢 少女失望地问 少年回答道 穿过森林就是了 好吧 就算是吧 少女想 可树里巴怎么围得下这么一大片广阔的森林呢 不是有点蹊跷吗 森林里有一条小河流过 有粗大的银杏树 还有精巧的甲山 正在吃惊 少女又看到了好几个小小的玫瑰圆 玫瑰花开得正裂 少年一看到凋谢了的花瓣 就捡了起来 说 要是把玫瑰的花瓣也掺到馅里才好吃呢 真的 真的呀 妈妈一直是这么做的呀 少女的眼睛放出了光彩 虽然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但少年一说 就全都信以为真了 少女从青苔上 捡了好些光润的红玫瑰的花瓣 放进了兜里 这么一来 少女的心又渐渐的明朗高兴起来了 如果用小鸟和玫瑰做成了馅儿 啊 那肯定就能做成春天的森林一样的馅饼了 少女一边像小鹿一样欢蹦起来 一边对少年说 我呀 个子小 不擅长运动 又胆小 其实是一个最没用的女孩子 想不到少年笑了起来 没事没事 只要吃了馅儿饼就全改过来了 啊 如果真的那样 少女想 一句真的会那样 要是吃了有魔力的馅儿饼 我一定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高高的个子 又擅长运动 变成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子 少女的脸蛋上都放光了 我想快一点吃到小鸟和玫瑰做的馅儿饼啊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正这么叫着的时候 少女的前方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森林结束了 紧接着的是一片大草地 草地的正当中 是一幢巨大的木头房子 房子的前面 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炉子 炉子的前面 是一张木头的大桌子 桌子上还摆放着闪闪放光的银餐具 几个拨 菜刀 餐刀和盘子 她的前面 站着一个脸极体型都酷似少年的女人 她正在和面 长长的头发和长长的裙子 在风中轻轻地抖动 瞧见两个人走了过来 她微微一笑 说 来 把小鸟和玫瑰拿出来 放到这里吧 桌子上有一个银的馅饼盘 馅饼盘上 铺着一片杆的薄薄的馅饼皮 少年毫不迟疑地把玫瑰的花瓣 铺了上去 又把死了的小鸟 割到了花瓣的上面 少女也从兜里把玫瑰的花瓣掏了出来 盖在了小鸟的身上 一个肃木而凄美的仪式 死了的小鸟被一片片红玫瑰蒙了起来 看上去是那么的幸福 这就是馅饼的馅了 少年的母亲把另外一张圆圆的馅饼皮盖到了她的上面 其他的馅饼也都是同样的做法 她又用叉子在表面上扎了几个洞 刷上厚厚的一层蛋黄 然后送进烤箱 砖炉上的旧烤箱已经非常热了 少年的母亲砰的一声关上门 就唱起咒语一般的歌来了 小鸟和玫瑰 小鸟和玫瑰 火和热和森林的风 融化吧融化吧 甜甜的蜂蜜 融化吧融化吧 黄色的奶油 因为这首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节奏 听着听着 少女的一颗心就彻底的变得快了起来 等待馅饼出炉的那段时间 少女天真的追起蝴蝶来了 看上去 简直就像是这户人家的小女儿似的 就这样 过去了有多长时间呢 啊 烤好了哟 小鸟和玫瑰的馅饼烤好了哟 耳边冷不防响起这样一个声音 少女不追蝴蝶了 少年就站在少女的背后 双手捧着烤好的馅饼 一双胶织着温柔与不安的茶色的眼睛 直叮叮地望着少女 烤得焦黄的馅饼 飘出一股奶油和玫瑰的香味 少女不由得又是一阵头晕 少女从少年的盘子里抓起馅饼 送到了嘴里 连少女自己也弄不明白 怎么会这么粗野的狼吞虎咽呢 不过这馅饼实在是太好吃了 吃了第一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非得吃到最后一口不可 馅饼有一股花的香味和奶油的香味 而且明明摆到馅饼的馅里的小鸟的尸骸 却没有了 小鸟的羽毛 骨头 以及两只坚硬的鸟爪 都像魔术一样的消失了 代替它们的是一块块柔软的鸟肉 吃完了小鸟和玫瑰馅的馅饼 少女的心中 反如拥有了一片美丽的春天的森林 少女坐到了草地上 闭起眼睛 这时 少年的母亲在她的耳边喃喃地说 要是困了 就到屋里去睡吧 屋里又睡起来很舒服的床啊 她抓住少女的手 把少女扯了起来 少女被领到了那座很老的木头房子里 潮湿的 透着一股霉味的房子里面 有一间小小的房间 那么 就在这里睡一觉吧 这间房间的墙壁也好 地毯也好 都是玫瑰的颜色 窗户和床 当然也是玫瑰的颜色 这房间真好 少女陶醉了一般的自言自语着 真想在这样的房间里睡一觉啊 少女一边这样想 一边钻进了被窝里 被子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好像也是有玫瑰的花瓣做的 什么都是玫瑰 少女在被窝里伸直了身子 顿时 觉得整个人仿佛一下子飘到了空中 一闭上眼睛 就看到了数不清的花瓣 花瓣从上面落了下来 一片接着一片 简直就恍如是一场稀稀利利的雨 少女伸出双手去接花瓣 花瓣却在少女的手上 脸上 身子上堆积起来了 到后来 就像刚才的那只小鸟一样 少女被玫瑰的花瓣埋住了 嘟嘟 有谁在敲窗户 嘟嘟嘟嘟 然后就咯哒咯哒地响起了摇窗户框的声音 嘿 少女吓了一跳 从床上一跃而起 谁 下了床 向窗边走去 呼啦一声拉开了窗帘 外面是那个少年的脸 不要睡觉 少年憋住声音叫喊道 快逃吧 从这里跳出来 腻着刚才穿过森林的那条路 一直往回逃 然后从树篱笆的那个洞 钻到外面去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少年贴着眨巴着眼睛的少女的耳朵 轻声说 这是我妈妈的魔法哟 吃了小鸟和玫瑰馅的馅饼的少女一睡着 就会变成玫瑰树了 玫瑰树 是的 变成一棵树苗 明天早上 妈妈就会把树苗栽到院子里 这样 院子里就又多了一个玫瑰的新品种 不过 如果你现在从这里逃出去 逃到篱笆的外面就得救了 不但能得救 你还能变成一个像小鸟一样明朗 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女孩 喂 你逃还是不逃 女孩脸色苍白地朝窗户上爬去 少年催促道 快点 从这里跳出去 少女使劲地点了点头 轻巧地跳到了院子里 然后就奔了起来 少女奔得就像是一只兔子 于是绿色的森林旋转起来了 正在开花的真的玫瑰树放声尖笑起来了 不好不好 玫瑰要告密 少女跨过小河 钻到了巨大的银杏树的下面 像是光着脚踩在天鹅绒上一样 少女好几次都差一点被地面上的青苔划倒 那个女人又在施魔法了 少女想 少女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变成一棵玫瑰树 身体渐渐地变硬了 可是头发却发出一股好闻的气味 呀 快快 少女用几乎要变成玫瑰树的腿 不停地跑着 终于穿过了森林 在尽头看到了那堵熟悉的树篱笆 还有那个让人怀念的小洞 啊 得救了 穿过树篱笆的时候 那个少年的蓝毛衣 突然又浮现在了少女的眼前 你怎么这么慢呢 拿着羽毛球拍的大个子少女 站在小个子少女的面前 四下里 依然还是春天的正上午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找个东西也这么笨 大个子少女用刁难的目光 死死地盯住了小个子少女 而这时 不用照镜子 小个子少女就知道 自己的脸色已经变成了玫瑰色 眼睛变得水淋淋 皮肤变得光润发亮了 找到羽毛球了吗 这么一问 小个子少女高声快乐地回答道 找到了 不过被我吃掉了 然后 小个子少女就丢下了大个子少女 跑了起来 一边跑 小个子少女一边清清楚楚地感到 自己变得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小鸟一样的明朗了 小瘟一样的来观等 小瘟炜